中国古人说 万物得其本者生 百事得其道者成 这是一项造福沿途 各国人民的大事 共建一带一路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 顺应全球治理体系 变革的时代要求 顺应各国人民过上 更好日子的 强烈的愿望日 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 共商共建 共享原则 不是封闭的 而是开放包容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源于中国 机会和成果 属于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圆桌峰会 开幕 共建一带一路 关键是互联互通 我们应该构建全球互联互通 夥判关系 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我相信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 守望相助 即使相得万水千山 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 互利互赢的 康庄大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